我们常讲两岸一家亲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 那么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边的事情 3月9日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 全国人大台湾代表团举行开放日活动 全国人大台湾代表团团长 全国台联会长黄志贤就广受关注的探索两制台湾方案表示 一国两制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 而提出的创造性的一个构想 没有先例可循 大家都知道 在1997年和1999年 率先解决了港澳的问题 从而形成了一国两制的港澳的模式 一国两制在港澳的成功 实践它表明 在两岸统一后的制度安排的选项中 一国两制仍然是最佳的方案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 也是我们两岸同胞的共同的利益所在 凡是有利于两岸同胞的切身利益 和我们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事都应该努力的推动 黄志贤表示 台湾的前途在于国家统一 台湾同胞的复制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是维护两岸和平 促进两岸共同发展 造福两岸同胞的正确的道路 那么我呢就是台南市 我们的家族好几百人 我们对台湾的感情是非常的深的 每次回到这个家乡 都是跟家人团聚 都感觉到时间有限 咱们在今后日子里 还希望咱们台湾的同胞 多到大陆来走走 对祖国和平统一的前景 更加的期盼 当天全国人大代表福知冠 谈到台湾局势时表示 民政党就好像是得了一个自闭症 如果有台湾同胞 在推进两岸友好交往方面 多做点事 还会引起另外一个症状 当局焦虑症 现在韩国瑜的 出于对高雄的出路 让货出得去人 走得进来 然后对大陆的正常的城市的交流 谋求合作的机会和空间 更有让民进党当局 自闭症和焦虑症是两症并发 针对民进党当局在岛内打压 促统的民意 福知冠表示 随着中国大陆的中国实力的不断的增强 国际影响力不断的增大 以及呢 随着两岸交流的不断的深入 台湾同胞啊 一定会真切的感受到 大陆对台湾同胞的诚意和善意 以及啊 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历史的担当 那台湾同胞呢 也一定会思考 台湾在民族复兴 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把促进 祖国完全统一 共谋民族伟大复兴 作为一项无上国有的事 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